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擅长利用材质的变化 展现低调时尚 并转化得宜的设计感 细心琢磨每一个环节 将空间美感发挥极致 李宗盛 今天找你来干嘛吗 找我来运动吧 我今天是想介绍一个好的运动器材 在一个家具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那它算是一种家具吗 一般我们在帮业主整体设计的话 除了通风采光整体的舒适感之外 那如果能摆上一个好的一个运动器材 让业主在使用上很舒服的话 那这是缺一不可的地方 林炳熙 专长于产品开发设计 及超过25年设计管理经验 涵盖各产业领域 对于台湾产业及相关发展 有着深刻认识及贡献 公寓设计 它面对是一个产品 它想要让这个产品提升你的生活的品质 让你的生活是很愉快的这样子 我们在使用一个跑步机 第一个是我站上去的时候 我要做一些设定 那这些设定是不是你很容易就学习 那这个要让它非常的简单 就是我的操作越少越好 所以我们就设计出一系列的这种 很直觉的这样子的按键 比如说我要加速 我一个按键就可以了 而不用说我要去先设定这个 再去设定那个东西 那我要改变它的协助 好像我在卡坡的时候 我只要直接按一个键 它就可以做完整这件事情 所以你会慢慢地 在因为非常简单的操作的过程里面 你会开始去体会你身体的韵力 然后你就慢慢地会去享受跑步的乐趣 享受跑步的乐趣 你就达到你这样子的一个健康运动的效果 目前看到的银色跟黑色 跟你们家特别大 因为我们在做整体设计的时候 其实这种黑银色 它是一个永远经理不败的设计 是 我如果说谈谈它的整个造型的一个观念 我们是要让它很强壮 但是呢 要让它看起来很high tech 但是放在家里的时候 它的线条又非常的slim 该薄的地方要薄 该撞的地方要撞 那我们一直整个设计都是 遵守这样子的一个原则 你可以看到它的造型 你可以觉得 我是一个有品味的人这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了解了 其实居家的空间呢 要把运动器材考虑进去 因为它是我们重要的家序 时尚人士出外注重代步车款 居家享受顶级音响 而跑步机就像家里的超级跑车 也需令人欣赏的进攻设计 既是家具 同时也是一个家的品味代表 而除了跑步机这项健身器材外 椭圆机更是能活动到 全身的健康好伙伴 快一起来认识这项居家好伙伴吧 哦 Sam 这个我熟嘛 这滑步机啊 不 它是椭圆机 椭圆机是什么 椭圆机基本上大家 有人说是滑步机 那滑步机其实是这样子的动作 那椭圆机是不一样的 椭圆机是 你可以看到它脚的轨迹是这样子的一个椭圆的动作 那这个椭圆是可以设定 你可以让它比较圆的椭圆 还是让它比较扁的椭圆 这是可以设定的 椭圆机其实它是结合跑步机 跟脚踏车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它维持一个脚步的整个轨迹是椭圆的 所以膝盖就不会去受到撞起 所以它很适合年纪比较大的 或是对跑步比较没有办法适应的 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 像一般我们在做住宅设计的时候 其实它很注重人体工学的东西 好的运动器材 它细节到我们的踏板地方 它就是内寝三度 啊 踏脚板的地方有内寝三度啊 对 它是方便我们在使用手 是很符合人体工学的使用 我们站在上面的时候 我们脚是这样子在跑 手被抓的那个在动 所以我们如何在这个动作里面 让它整个身体从身上身到脚到手之间 都是非常顺畅的 那我们做了有两个很重要的事情 一个是我们在那个踏板的地方 是做一个百分之三的一个倾斜 其实我们的脚是往外脏的时候 我们会这样子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设计 另外一个是我在做的时候 我可以调整它的倾斜度 你好像在爬坡 你的力量要处得更多 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倾斜的调整的设计 可以让它透过一个简单的按键 让它去上来 那就去改变一个处理的一个状态 它的效率可以更高 第三个是我的面板是可以转角度的 配合你的每个人的身高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它操作的角度 它这个我们的面板是可以做调整 那它同样也有那样子像跑步机一样的那样子的一个快速的按键 所以它也是以使用者的一个经验去建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如中 你现在知道了好的运动器材是一个很重要的家具 对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非常符合我们居家风格的运动器材 不仅让身体很健康 让视觉也觉得非常非常的美丽 全民路跑变成一种潮流活动 如果你不想出门人挤人 那不如使用跑步机 椭圆机这两样居家时尚单品 经过精工设计加持 既是一件经典家具 更同时拥有让全家人健康运动这项迷人的因素 看电视上网站搞定装潢 找到最优质设计师 快来设计家按赞 请上Facebook搜寻设计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